但是这个以色列不是吃素的 清晨突发攻击 一口气炸了四个国家 伊朗 黎巴嫩 伊拉克 还有叙利亚 时间关系我让亮哥一起来讲 最近这题很热 就是呢这个伊朗外交部 招敬了中国驻德克兰大使 不太爽 因为中亚联合声明当中 第26条 当然讲到了双方长久以来的争议了 三个岛屿 大通部啊 小通部啊 这个阿布穆萨 三个岛屿 那现在是伊朗在控制嘛 也认为他有永久权 但是所以在这个26条里面呢 很不爽 就是认为这个中国呢 应该要考虑到 一中之间的战略合作 纠正立场 那毛宁立刻有所回应 他告诉大家 第一个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第二个特别强调 有没有在北京沙伊和解啊 所以中国跟伊朗关系牢固 中方非常重视发展 这个中医全面伙伴这个关系 我们看到这26条是怎么写 为什么伊朗这么火大 中国支持阿联酋 在这个根据国际法律准则 透过双边谈判 以和平解决三岛 这三岛问题的努力 从而根据国际法理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很绕了啊 其实你仔细看也没有发现是 中国是明确的支持阿联酋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他把什么国际法丢出来 其实意思还是说 你们自己和平去解决 你们如果按照国际法理和平解决 我中方是支持 但是伊朗非常不爽 当然为什么这三个岛这么重要 主要它就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 在这个咽喉要到嘛 对于石油出口很重要 好我让亮哥说 在亮哥说的同时 在中间画面 我们把这三个岛的地图位置调出来 你会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中国大陆这样的说法 形同认为地位未定 那伊朗认为地位已定 就是这样 这个事实上坦白讲 你用台湾为例也很可以了解 比如说2758号决议 那大陆也很不爽 因为他认为2758号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地位已定 那美国不是说没有包括台湾 那就炒成一团啊 所以因为阿联酋跟伊朗 都各自主张他有主权嘛 那在历史上啊 历史上是顺尼派跟什叶派 发生冲突 然后伊朗就给他占领 所以已经占领很久了啦 那伊朗就认为是他的 那可是历史上曾经是这边的 就是这样啊 那因为 因为这个已经出现第二次了啦 这不是第一次啦 对 但因为这个三个岛位置很重要 被认为也是伊朗的核心问题之一 所以你觉得呢 会影响到这个伊朗跟中国的关系吗 不会 不会啦 不因为赫尔姆泽海峡 基本上伊朗有占据很多岛屿 还有因为距离它很近嘛 所以它从陆基也好 或者海上的岛屿也好 都可以有效封锁 那目前它实质控制啦 所以那岛屿也是它在管辖啦 所以赫姆泽海峡唯一有封锁能力的就是伊朗 那因为这个地方影响到全世界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原油的贸易啦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杀手舰啦 那坦白讲要出来的原油 都是波安国家的原油啊 所以阿联酋不可能去阻止啦 因为基本上出来的原油 大部分都是顺尼派国家的原油 所以阿联酋 阿联酋讲也没有用啦 因为其实实质就伊朗控制嘛 对但既然新朱 可是他必须讲 新朱文字他总是要表态嘛 就是这样啊 你去任何地方讲台湾地位未定 那中国大陆也会表态 因为这就是一个官方文件了 对 对所以也是很重要 那亮哥你怎么看啊 这个美国航母本来大家都认为 应该不会被打中 但他这样一表态 大家觉得应该是有吧 可是网路那个被打中的照片 也是几年前的照片 那个都是假的 对 所以大家就很期待这个舰长 那你公布啊你拍啊 他第二次 第一次丢厨房 大家不满意 第二次我就丢甲板嘛 但这个造假就变得很奇怪了 他拿着手机到外面拍下 找个小兵去拍一下很困难吗 我认为是有打到啦 可是伤害不大啦 那因为他如果嗅出这个伤痕就很丢脸嘛 就说胡赛武装的东西你怎么会拦不下来 胡赛武装那是什么弹嘛 那如果打到的话 小鸡蛋 没有了不起就是火箭弹 一些小导弹不然就无人机嘛 怎么连这个都挡不住 其实最可能挡不住的是无人机啦 因为无人机飞得比较低啦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打到啦 因为可是没有打到就非常丢脸 可是至少在阿波文的时刻证明应该打到的地方还没有修复嘛 对不对 可能没那么快吧 而且我跟讲那个网友也都很贱啦 就你修复了那还是看得到一些很新的样子 所以我认为就是不好公布啦 因为其实打到那个打到东地中海那是很远的地方 你从也门去那边很远 本来以为他最多就是打到红海的中段 接近那个苏伊士运河那边 他居然打到东地中海 这相当远啊 一千多公里啦 够厉害啊 胡塞到现在能够打到美国航母啊 这真是 不是啦 你应该说竟然敢打啦 应该说竟然敢打 那坦白讲这个就是戳破纸疮嘛 说这个国王也没有很厉害啦 就是这个意思啦 说怎么会 奇怪怎么会打到啊 我觉得他也没有意想到会打到 他只是表示我 我我我往那个方向射 那没想到真打到 所以这个航母舰长也没有想到这张照片会被大家比对出来 我觉得我坦白讲我会把它理解为防御松懈啦 因为他根本就不认为有人敢打他啦 就是这样那结果就是我我认为是应该是被打到啦 可是不重要啦 所以这美国这个航母的舰长自己证明应该是有被打到 本来大家还在都来帮他辟调 所以应该是没有 因为之前的照片都假的 所以这就是危机操作啊 你弄个照片不就得了 大家就知道啦 对所以我说他都没有想到这个照片 外面没想到照片会被网友比对出来是旧照嘛 对吧 可能他的长官正在骂他啦 有可能 过一阵子说不定又会被降级啊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胶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眼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赏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咯 小分子 小分子 所有人都没有 也有更多的额外优惠 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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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